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那方脸农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身子微微动了一下 而丹凤眼男则是眼中 金光一闪而逝 只有驼背老者依然是面无表情 淡定自若 三人的神态尽数收到了李明霄的眼底 不由冷笑一声 二话不说就直接化作顿光离开 往海木镇而去 方脸农妇看着李明霄消失在前方 这才忍不住说道 驼老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买家 而且也是这般大手笔的 为何 驼老大断道 不用说了 此人极不简单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才行 丹凤眼男子神色一动 吃惊道 驼老的意思是 他的修为 不会真的是高阶五弟吧 我看他的古灵也只有二十岁上下 若是修为 三个人都是脸色不太好看 若眼见知识为真 未免太逆天了一点 逆天到让人无法相信 丹凤眼男子 稳定了一下心神 说道 天武大陆 后起之秀当中 当以北玉四秀为尊 我当年曾见过北明来风公子和立飞宇公子 的确是资质惊天 但以那般天赋 现在能够踏入中阶五地 也就顶天了 驼老乘声说道 嗯 此事的确有蹊跷 所以我不得不小心为上 但你说错了一点 大陆后起之秀中 还有一人稳在北玉四秀之上 丹凤眼男子脸色一变 惊道 你说的是 被前红月城城主江楚然 称之为后起之秀第一人的李云霄 方脸农妇也是吃惊道 难道此人是李云霄 红月城通缉此人有一年多了 完全没有任何音讯 就好像跟江楚然一样彻底消失了 我更是听闻此子早已陨落了 驼老道 传言岂可信 被红月城通缉之下 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此子极有可能躲在某处 修炼了一年半载才出来 方脸农妇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眼珠子一转 不如我们将此事通知红月城 听说那悬赏极为丰厚 不会比我们赚这辛苦钱差 驼老白了他一眼说道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此子更大的可能性 就是身怀隐匿修为的宝物 或者此子非我族之人 丹凤燕男子点头道 若非人族 以我们的眼光 定然能够一眼看破 想必是有什么隐匿修为的宝物才是 刚才应该稍稍出手试探一下的 方脸农妇脸色一寒 阴冷的说道 不如现在追上去 驼老摇了摇头说道 还是那四个字 小心为上 若他真的需要一万枚零雷珠的话 整个海木镇能够提供出来的 也只有我们了 他最终还是会找到我们这里的 方脸农妇道 但如果他只是信口开河 根本不要这么多呢 我们手里囤积了如此多的货物 实在是坐立难安呢 丹凤燕男子也是忧虑道 我现在只是希望赶紧将这些东西出手 若是被神木施家发现的话 怕是会直接将我们错骨扬灰了 驼老的眼中闪过一丝精芒 不急 此事还有他们顶着 他们比我们更急 而且我昨日听说万宝楼的江修珍也来到了此阵 极有可能是为了零雷过来的 江修珍 万宝楼 专门负责定天定海等三成事物的大执事 丹凤燕男子脸上光芒一亮 说道 若真是此人到了 也许真的有脱手的机会 我听闻此人贪得无厌 好色无度 是极好沟通之人 驼老点头道 这等身份的人物来到海牧小镇 除了零雷果外 想不出其他事情了 只不过 江修珍一出现 就已经被各方势力盯上了 想要联系上极为不容易 但他们应该会想办法的 我们还是继续在这里守候买家吧 至于那个年轻人 刘怀 就由你去盯着吧 记者 小心为上 千万别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 丹凤燕男子正色道 是 放心吧 拖劳 方烈农副呼吁道 以此人跟神木世家的关系 需要特意来海牧镇吗 哼 神木世家 算个屁啊 拖劳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懈的鄙夷之色 若是没有那方势力 就凭神木世家这种小角色 也能控制住海牧镇如此大的市场 神木世家 虽是发源于海牧镇 但也只是个傀儡而已 本身能够得到灵蕾果份额就不多 丹凤燕男子音声说道 若真是万宝楼有意进来 那就太好了 我们就可以乘乱捞上一大笔 三个人相视一笑 身影渐渐变淡起来 很快消失在天空上 李云霄顿飞了数个时辰后 直接望见广阔无垠的北海 在海滨之畔耸立着一座小城 直接从大陆上凸起一块土地 延伸到海中 就像是一座岛屿悬浮在海面上一般 四周布满翠绿色的丛林树木 绵延开来有数千上万亩之大 像是一片翠绿色的森林 那片丛林都是奇高无比的古树 根筋直接深入到海水中 并没有接壤泥土 无数古树的根筋在水里盘更交织 形成密密麻麻的巨大网络 将整个海滨全部霸满 那些巨树 李云霄认得 正是神木世家令牌上刻画的 那种参天古树 也就是结零雷果的无根之青树 他施展出月桶望了下去 不由得心中微微一惊 在方圆数百亩的海域内 都藏着静置 好像是一座偌大的阵法 引在下方的海域里 直接将整个小城 和所有无根之青树笼罩其中 如此大手笔的阵法 光是维持其运转 就需要极多的资源 这神木世家 似乎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渣呀 李云霄凝视着那些巨树丛林 其内隐约传出的雷系元素 令他感到一阵怦然心动 身体上直接闪过琵琶的雷光 雷绝被下方的巨大场能所引动 想不到还有如此零雷电海 造物之神 岂不可禁属啊 李云霄心中一阵喜悦 几个闪身之下就落在地面上 朝着小城飞奔而去 城外几乎是空无一人 因为此地偏僻 所有人员往来都是通过传送大阵 城门处也只有几个懒散的舞者守在那 直接悬空盘坐修炼着 其中一人睁开眼来露出不快之色说道 叫什么 从何而来 姓名 何门何派来做什么 李云霄道 李飞扬 散修舞者 不属于任何门派 空间传送的时候出错了 落在了城外来采购零雷果 实力七星五尊 那人眉头轻轻一挑 微微露出吃惊之所来 那冰冷的神色缓和了不少 如此年纪便有七星五尊的修为 年轻人 天赋不错嘛 他取出了一个玉牌来 凌空画了几下 打入几个符印 玉牌在空中闪烁不停 数十道金光汇入其内 在上面凝成一些奇特的符号 随后便朝着李云霄飞了过去 这是你的身份牌 可给收好了 这是购买零雷果的必须之物 任何一样交易都会记录在其中 此牌伴随着你的一生 凡是来到海木镇 都用得上的 李云霄拿好玉牌 道了一声泄吼 便朝着城内而去 那名男子望着他消失的背影 开口说道 二十岁上下的年纪 便有七星五尊的修为 在大陆上也算是顶尖的天才了 更难得的是此人无门无派 不知能否将他收纳过来 身后闭目修炼的几个人 也是微微睁开眼来 其中一人冷笑道 无门无派 我看此人气息内敛 那七星五尊的修为 也是恍惚不定 似乎不像表面上看到的 这么简单 另外一人也是开口说道 的确虽然只有七星五尊 却是给我一种难以匹敌之感 什么 其余之人也纷纷吃惊起来 那名制作玉牌的男子 更是脸色大变 震惊道 会不会弄错了 你可是二星五地的修为啊 而且你的武道可是修心之术 对于各种感知的能力是极为敏感的 那人苦笑道 自然 你们知道 我的武道是修心之术 又怎么会感应错呢 刚才那年轻人 一定是隐瞒了自己的真实修为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极有可能已经是中阶五地了 众人都是吃惊起来 一人说道 那 他的年龄 是不是也隐匿了 或许是一个上百岁的老怪物 那人 摇头道 除非是传说中的几种逆天神通 否则一个人 绝无法隐瞒自己的古灵 再者 就算是修炼了那几种神通 我的感应也不会错的 他真的只有二十岁上下 哼 虽然我一直挺佩服你的感应术的 这次 我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了 一个人冷笑了起来 二十岁上下的中阶五地 就算是北域四秀 也没有这般逆天吧 那人沉吟了一阵之后说道 但愿吧 我也希望是自己感应错了 他望着城内的方向 眼中露出浓浓的疑惑来 之前那制作玉牌之人想了一阵 便说道 人各有志 此人隐瞒自己 也许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不危及到海沐镇 我们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随他去吧 一个人点头说道 正是 终结五地的修为 还不至于对海沐镇产生什么影响 夺一事 不如少一事 说完 便闭上双目 继续修炼起来 其余之人也纷纷收敛心神 不再想其他事 打坐 入定起来